現場是壽茂萍村守衛樓 一個單位今天上午9時發生火警 當時保安員發現高層一個單位冒煙 於是立即報警 消防員接報到場 開動一條喉及派出一隊煙武隊灌勾 在10時左右將火救息 在火警期間有近百名的住戶自行疏散至安全位置 消防員經調查後 懷疑電線短路引致火警 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